大家好 我是陸怡真 我是一个节目主持人 我记得我以前小学放学 如果要吃零食或点心 那我必须要先完成一连串的 英文单字图卡测验 那那个时候其实算是有点痛苦 但是慢慢长大 我觉得我英文最突飞猛进的时候 应该是开始大量追剧的时候 很自然的就是把这些影集当中 生活化的英文变成日常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跟朋友聊天讲话 我们不会用文言文 用英文也是 无论是你看年轻人之间 他们的传讯息 或者是在影集当中 电影当中 大家用的沟通方法都是非常口语 然后很生活化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这整个Grey一系列呢 它最主要的写作的精髓 那以这一本来说呢 它是一个运动绝缘体啦 但是它被选入了学校的篮球校队 然后就发生了一连串的趣事 那由于它是日记 你可以想象得到 它根本就是很贴近自己真实的想法 那用的当然也是现在时下最轻松 而且很自然有趣的语言 前面呢有很好的中文翻译故事 然后后面就是教你 它原文写日记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用 那对于小朋友学习来说 我觉得你学起来 别人就觉得 哇你是真的不是死被教科书 而是真的有融入生活 那对于大婆勇来说 我觉得你透过这一个系列 你就是重新再活过一次 很青春 然后很童趣的时候 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PayPal 就是我自己在学习英文的时候 通常我在看中文的时候呢 就是大意整个故事先了解了一下 那我当然会先看中文没有问题 可是呢你看英文的时候 要比看中文更仔细 你可以把里面重要的单词或片语标记起来 那以这一系列来说呢 它已经帮你做好了 就它重要的这些动词啊 或者是一些特别的单词 它都写在旁边 所以你在看英文的时候可以对照看 好你看英文熟悉了之后呢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回去看中文了 因为你已经知道整个大概故事发展成脉络是什么 来回对照看很累 那你就专心的再把英文念熟 我知道很多人想到要英文那么多单词 或者哇 文法那么复杂 每次都答错的时候会有恐惧感 比如说面对外国人要沟通的时候 心里那个压力真的是很大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跟你想也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后来当我疯狂开始追剧 或是看卡通 或是开始听流行音乐 想要理解歌词的时候 我的兴趣忽然之间提升了 那学英文就变成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那以Garay这本书呢 我就希望它变成是你的一个开门的钥匙 它故事本身就很有趣了 而且你很像在交一个朋友 因为他就是用第一人称 好像在写日记 跟你分享他日常琐事 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顺便学习英文单字 这样子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 而且把学习变成融入你的兴趣当中 绝对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最佳方法 走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